系纸区第三届里长联谊会16号举行了第一次的工作汇报 因为接近过年 所以也趁此机会邀请了公所人员 警分局跟各机关一起同欢 并且进行意见交流 这一次里长们也展现了超团结的默契 50位里长有9成多到场 里长们都希望未来能够团结合作 让系纸越来越好 开完工作报告 接着是里长联谊会睡末连环餐会 除了40多位的里长 另外包括了公所 警分局 立委及议员们都出席参加 这是系纸区第三届里长联谊会第一次开会 里长们也针对问题讨论并且达成共识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召开我们第三届第一次的会员大会 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大家都有自共诚 所以说今天提出来意见 我们都列入我们的会议记录 反而我们会朝这方面去努力 那第二阶段就是我们今天 因为我们邀请我们的副会长 还有我们的服务团队总共有六个人 所以说今天非常高兴 这些都未来要来帮助我们整个联谊会 来辅佐联谊会 来做整个一个服务的动作 有我们陈友亮里长担任会长 当然也有两位副会长跟财务 还有我们秘书 还有当然50位里长通通到场 现在有很多贵宾一起来恭贺他们 未来这四年内会为我们系纸所有的民众跟里长们做服务 在这边特别祝福他们心小事成 在四年当中四次都顺利 诸年行大运 当天公所也准备了奖牌祝贺 而为了让里长联谊会正常运作 会长也邀请了干部 包括了文化里里长余宝聪 以及中校里长丁燕林担任副会长 希望能够一起服务里长同仁 另外当天还准备了奖牌 分别颁给前会长林景定及詹青山 邀请他们担任荣誉会长 让系纸里长联谊会更团结 特别感谢两位 前会长就是我们的东山里里长林景定 还有我们的恒科里里长詹青山 我们都把他聘请为我们这一届的荣誉会长 那我们在会议当中也颁证了 两个纪念品给他们 邀请各公所还有警官局等各机关一起联欢 并且进行意见交流 希望大家团结合作 让系纸越来越好 家长慧玲 系纸采访报道